接下來 剛剛各位介紹的 叫做照相機 照相機呢 有一組 你現在尤其是 照相機裡面的透鏡是一堆的 然後一組透鏡 那我跟你講說 這一組透鏡加起來的總和效果 是一個凸透鏡 你還記得為什麼嗎 你還記得為什麼 它怎麼會有凸透鏡嗎 因為 照相機最後要把光線放到那個底片上 你的感光材料上 CTP上 讓人能夠呈實相 誰才會呈實相 注透鏡 所以那你那一組 不管裡面有凸有凸 不管它 反正最後總和結果就像個什麼 注透鏡 然後它會呈實相 然後它體驗 現在已經很少人通體驗了 就什麼CCD那種感光材料 讓你感光的 然後最後呈相是一個導力縮小實相 實相 就是因為光線真的有到 對不對 縮小正常啊 你的頭那麼大 像是那麼小 照相機當然是縮小 那我們這種折射的 這種一次折射的 這樣都是 實相都是導力的 虛像都是正立 所以是一個導力的縮小實相 所以總和是一個突透鏡 總和要成為一個導力縮小的實相 所以要在總和突透鏡的兩倍焦距外 所以我們說過了 你的相機除非有 除非有特殊功能 特殊的狀況設定 否則要奮鬥拍太近的東西嘛 太近就會浮掉 它不知道不清楚 已經在這裡 兩倍焦距外 兩倍焦距外 OK 然後用了眼睛鬥照 我們喜歡跟它去做照相機做對照 有個水晶體 有前面的水晶體 我們國中教你 它用來偏折光線相扣鏡 因為它長得也很像扣鏡 你看我們講過了 你主要的折射跳球 前面的角膜 這個只是微調而已 不過我們教你這樣非常好 它還整個射光線 複鬥鏡 然後呢 有個瞳孔 就是你現在看同學的眼睛的中間面圈 可以給它叫做瞳孔 有時候會大一點 有時候會小一點 所以像照相機的光圈可以調節光亮 可以調節光亮 光亮 最後後面的視網膜 像底片 像感光材料 像CCP 那感光用 那你可以產生影像 產生影像 然後塑膜感光 再經由神經傳到大腦 你看到東西了 所以最後看到東西是你的打腦看到的 OK 底片 我們喜歡做個對照 對照 誰像誰 有什麼功用 看一下 知道一下 然後呢 有兩個病 一個叫近視野 一個叫遠視野 近視野只能看得清楚 近得看不清楚 遠的 那我們如果你回想一下 我們剛剛說在跟你講成像的時候 東西要越靠近 像就會越後退 要靠近才能夠 但是清楚表示原來成像在前面 你要成像在前面 就要靠近 把骨骼落到是往頭上 你就會曉得 然後也跟你講過了 這個沒有在成像你要怎麼矯正 你可以動誰 動誰 我們當初班已經都教過了 那近視野當然是不可能 正常你把東西靠近嘛 那人類眼睛基本上不會深長 或者是縮短 就這麼大 所以只能靠調整你的那個 水晶體的焦點 就平一秒或後一秒 他如果調不了就是沒辦法 就要得病嘛 所以呢 就是為什麼 就是你的太長 你太長 所以你的成像太前面 所以要靠近才會骨骼 或者是你的區域波代表焦點太短 焦點太短就表示你離焦點太遠 你成像在太前面嘛 所以要靠近才會骨骼 所以叫做 叫做近視野 要近視野 然後呢 怎麼辦 因為你的成像太早對不對 所以要讓你先發散一下 所以叫做什麼透鏡 凹透鏡腳針 所以近視野帶凹透近視野 近視野 OK 了解一下他的成因 然後要重點上如何矯正 對 那反過來就是說要 就是他的狀況 OK 成像太前面了 所以要往前靠才會發骨 所以要你先發散一下 帶凹透鏡腳針 那反過來要拿遠 叫做遠視野 就成就倒過來 遠視野 你要拿遠 就表示你成像太後面 要拿遠 要往前移 如果要刺往膀上 表示你的眼球太短 或者是你的水晶體太低 你的焦距太長 太靠近 所以呢 要拿遠才看得見 那因為你的是成像太晚對不對 太晚成像 所以要幫助你匯聚 所以要帶 出頭鏡腳正 才出頭鏡腳正 發現他有人有 遠視野嗎 有沒有 我 我有碰過 遠視野 如果很稀有就對了 比較稀少 大部分都是 近視野 出頭鏡腳正 出頭鏡腳正 就記下來 記下來 一樣 好 所以遠視野 神像太後面 所以要拿後面 拿遠 所以他會往前移 所以才會正常成像 因為成像太晚 所以在出頭鏡 幫你匯聚 讓你提早成像 想正 OK 所以就是光學儀器的整理 光學儀器的整理 放大鏡 照亮鏡 然後折射視望遠鏡 還有腹式顯微鏡 腹式顯微鏡 喜歡反應跟上下肩膠左右 相反 放大鏡很簡單 就是出頭鏡 然後呢 重點有近視野跟遠視野 所以 形成原因最好看一看 不過對於理化來講 我們重點是 要怎麼樣做 矯正 忙做矯正 要在出頭鏡還是 抛頭鏡 成像太早還是 太晚 理化重點在旁邊 成像太早還是太晚 要在出頭鏡還是 抛頭鏡 來做矯正 就是有關於 光學儀器後面的部分 尤其是眼睛 那是一個重點 可以嗎 可以